云格突然坚持去阿仙奴领队的职务,本来叫他离开的声音现在反而叫他留下来。理由很简单,没有一个够资格的教练够胆出任阿仙奴领队。情况就好像当日费格逊离开曼联之后,妖妖样样经过五六个球桂才找到摩连奴接任。 老实说,曼联已经元气大伤,现在看下串黄可不可以令曼联回复霸主地位。云格虽然是阿仙奴领队,但他也是一名经济学教授。就算和摩连奴斗口,所说的话很多时都非常有哲理。 传媒趁云格退休,将他以往所说的金句再刊登出来。我发觉当中有一句用来形容香港政府的辣椒政策是非常贴切。 如果当日CY有看到这句金句,香港楼市就不会去到这个地堡。在2009年,楼价不断上升,特首曾任权在没有咨询情况下就断言推出续清辣椒的SSD。 曾特首真是好彩,SSD非常成功,曾经令楼价下跌接近两成。但当SSD效力逐渐消失的时候,曾特首又好彩。 因为他要卸任,CY接任特首,但他没有曾特首那么好彩。因为SSD对楼市效力已经消失。楼价早已掉头向上,CY有见及此。 毫不犹疑推出BSD、DSD,两款辣椒并没有预期理想。我估计这也是令到他不能连任的原因。 不通真的是有人相信他是要放多些时间在家庭。所以不竟选连任,有很多人不明白。稍为明示你的人都知道楼价飙升是因为供应不足。 辣椒只是暂时压抑需求。一个治标不治本的方法。为什么CY继续推行?我讲大家未必会相信。 云格原来早已批评两位出招的前特首。云格说,如果你让蠢人成功,不会令他们变得有智慧。只会让他做更蠢的事。 CY见到曾特首的SSD成功。所以当楼价掉头回升,变毫不犹疑推出BSD、DSD,云格真的事说得没有错。 幸好新特首林郑坚首原则,以增加供应为大前提。即使楼价指数屡创新高,他亦只字不提有机会出招。老实说,楼价不断上升是两位前特首联手打造的结果。 唯一解决办法就是增加供应。现界政府知道就是最好答案。问题一定可以解决得到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。